我们都知道日本人非常喜欢狗 像中犬八宫的故事啊 它就来自日本 但是呢 狗狗在日本的民间故事 或者神鬼传说里面 也不全是正面的形象 比如说日本比较流行的犬神文化啦 或者是天狗 或者是人面犬 这样子的一个都市恐怖传说 欢迎来到千秋大案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日本跟狗有关的一些恐怖传说 我们先说说犬神在日本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吧 犬神呢 在日本语里 它是这么写的 发音呢 有点像ingami 或irigami 其实犬神啊 在日本 它是利用一种巫术制造出来的 这个巫术呢 有点像古术 古术啊 其实是一种黑巫术 它就是利用动物的灵魂 去把它放到某一个特定的容器里面 或者说用一种特定的法术 来制造出一个动物的邪灵 然后呢 这种邪灵呢 可以给人下降头 或者说附着在主人身上 为这个主人和它的家族服务 那么日本的这个犬神呢 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它的整个过程其实还蛮残忍的 首先 人需要有一个活的狗 把它埋在土里 只露出它的头 然后呢 在狗狗的头部的前方呢 要放它最喜爱的 最想吃的食物 用这种食物一直诱惑它 在狗越来越饥饿的时候啊 它对食物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 它会有愤怒 在它快死去的时候 快接近饿死了 就一刀把它的头砍下来 利用这个狗的头啊 进行供奉 或者进行一种法术的仪式 最后呢 就获得了一个充满邪恶的 就带着怨恨死去的狗的魂灵 这种魂灵呢 它是邪灵 当获得这种邪灵的时候啊 能够做这个法术的人 他就成为这个犬神的主人了 奋行犬神传说啊 大部分是在日本的西部地区 比如说九州的大部分地区啊 从四国的东北部啊 到高支县 甚至鹿尔岛 在那里的人们都相信 这种带着怨恨死去的 饥饿的狗的邪灵 是具有强大的法力的 掌握这种巫术的法师 当他得到一个犬神的魂灵的时候 他的法术就会变得更加的高强 那有一些人呢 会把这个邪灵为自己所用 比如说去保护他自己啊 保护他的家族 同时利用他这个法力啊 去伤害那些 他所憎恨的人 所以人们相信哦 如果有法师用这种犬神的邪灵 去诅咒和伤害别人的话 被诅咒的那个人 他可能就会死于非命 或者说呢 是倾家荡产 这种法力非常的恐怖 那么法师他是如何用犬神来伤害别人呢 首先啊 他会把犬神附在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有这种法力 当这个主人出现说 对谁的憎恨啊 或者是他有这种复仇的想法 他那个想法一出来啊 这个犬灵就会根据这个法师的这个愿望 就去伤害那个人 去咬死他呀 或者说让这个家族来遭难啊 那如果犬神的主人 把这个犬神啊 附着在其他人的身上 那个被他迫害的人呢 他们家就会倾家荡产 刚刚提到嘛 他也比较容易短受和死于非命 他除了去迫害别人 那日本还有一些犬神家族 他是怎么回事呢 犬神家族的开头啊 一般都是说 会法术的这个法师 他制造出犬神以后啊 就把他附生到家族里的一个女性的身上 为什么会选女人呢 因为女人有生育能力嘛 那犬神附生在他身上 那这个女人啊 他所生育的后代 他的孩子 他就会变成这个犬神的转世 那这个孩子既是犬神的转世 他身上同样可以附着一个犬神 他的法力就很强了 同时他能够庇护整个家族嘛 所以呢 也有传说是这么讲的说 犬神的一个继承啊 他在他们的犬神家族里是 传女不传男的 家族的每一个女子 他到一定的年龄啊 家里人就会做这么一个法术 去制造一个新的犬神 然后呢 跟之前的那个犬神呢 又有一定关系的 家里的女人就会 世世代代把这个犬神啊 传承下去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犬神家族 那么这样的家族 他是非常讲究的 他如果想让那种犬神的势力 能够世代保护他们的家族 保证这个法力一代比一代强 那他们就必须在每年固定的时间去祭祀 然后呢 去供奉这个犬神 如果他不够虔诚 如果他供奉的东西 不是犬神所喜欢的 那可能会反噬哦 这种反噬会怎么样呢 就是犬神会跑出来 他不听话了 他不听话的这个家族 不但得不到庇护 还有可能会因为犬神 他反噬他们把主人咬死啊 或者是让这个家族变得比以前更惨 这是犬神的一个反噬力量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可能这一整个地区啊 都会被这个邪恶的犬神所伤害 所以在这些犬神家族 或者是信奉犬神信仰的一些日本地区 他们就相信这个犬神啊 他既是一个保护神 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地方反噬力量的这种反面角色 那有一些犬神家族 他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那有一些犬神如果他失控了 不在原来的主人上附身了 他要找新的肉身去附身的话呢 他也一般喜好会去找女人 所以在日本西部地区啊 他们就很怕女人被犬神附身 那如果一个村子有了谣言 说这个女人被犬神附身了 那他大概率就会被人所害怕 同时呢大家会远离他 孤立他 那么当地人在结婚的时候啊 他们还会进行一种所谓的检查 去检查这个女孩啊 有没有被犬神附身呢 他有没有带邪灵呢 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那犬神他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日本的各个地区啊 他对犬神的描述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地方啊 他说这个犬神呢 他像老鼠一样大小 这个老鼠的尾巴呢 还有斑点和风叉的 他没有眼睛 所以他喜欢成群结队的行动 那有一些地方呢 就是说犬神长得像蝙蝠一样 他有翅膀啊 也有人说这个犬神像那种幼一样 他有一个白黑相间的毛发 还有一些地方说啊 说犬神他只有米粒大小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被诅咒的人 他被犬神附身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他就被下降头了 他会很惨 但是有一些人呢 是主动了犬神附身的对不对 那他一般就是犬神的主人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需要每年在固定的时间祭祀供奉嘛 在日本的高知县呢 有一个关于犬神的传说啊 他是这样子的说 有一个人呢 他因为非常非常恨他的邻居 他不知道怎么去复仇 他就把他最心爱的那只狗啊 放在土里埋掉了 就按照传说的制造这个犬神的这种仪式 只露出狗的脑袋 然后放上他最喜欢吃的食物 用这种方法 在他最恶快要死去的时候呢 把他的头砍下来 他把这个头啊 供奉到绳坎上 供奉完以后啊 也把这个头烧掉了 又祖宗说 希望这个犬神能够附着到他的身上 让他帮助主人来报仇血恨 也因为他复仇成功嘛 后来这个犬神就在这个主人身上留下来了 经过世代传承啊 这个家族就变成了日本高知县 非常有渊源的一个狗神家族 在日本的德岛县啊 他也有一个跟犬神有关的家族 这个家族呢 他召唤犬神的血素啊 他是一般传女不传男的 一般是孩子长到15岁的时候 由这个家族的母亲传说给他 然后呢 会把装有犬神灵魂的坛子啊 传承给女儿 才算完成整个犬神的这种啊 邪灵的传承仪式 而在日本的爱源县的周桑骏呢 他说啊 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犬神啊 只有这个家族内部的人 才看得见那个犬神的样貌 家族有多少个女人 就有多少个犬神附身 基本上这些被附身的女人啊 他就具备犬神的能力 但是这个家族的男子 是没有这个法力的 日本非常著名的鸟山实验 他不是有一个作品是 白鬼夜行吗 他里面有很多的图册 有一幅画呢 就是把犬神跟白儿画在一起了 大家看到这个犬神 他是穿着衣服 戴着帽子 但是有一副狗的脸 他非常傲慢地坐在这个客厅的正面 白儿呢 就是旁边那个小孩啊 他是非常恭敬的 趴在地上操写着什么 像是在执行犬神的什么命令 这个白儿就是日本神鬼文化里面啊 专门侍奉犬犬神的一个外形像孩子的妖怪 据说啊 白儿都是来自于被狗咬死的那些孩子的魂魄 说到这里呢 我们大概是知道犬神 他其实算种恶灵了 如果控制不好 他是有强大的反射力量的 但是在日本的民间故事里呢 除了犬神 他还有一个形象叫天狗 天狗天狗啊 听得像这只狗从天上来 但是你会发现哦 真的你去了解天狗是什么的时候 会发现他从头到尾啊 跟狗的形象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中国的民间故事里 天狗他其实是二郎神的身边的一条狗嘛 我们叫他天狗 所以当出现月食日食什么的时候 都说是天狗出来把月亮吃了 天狗出来把太阳吞了 是吧 是这么一个传说 但是在日本的天狗文化里啊 他一开始甚至都不是狗 虽然这个日本的天狗文化 是最早在七世纪的时候 从中国传过去的 但是呢 他们最早认为的那个天狗啊 不是狗 而是那陨石或者流星 据说呢 是公元637年的2月 一颗巨大的流星啊 在日本的天空就是闪过 它就消失了嘛 当时有一个从中国留学回来的和尚 看到了说快 说快看天狗来了 为什么他会觉得 天上那个是天狗呢 大概是因为他当时在中国留学学习的时候 觉得那种 那种那种情况很像中国的天狗嘛 所以那个时候 天狗在日本最早的形象呢 是流星 但是呢 从平安中期的七世纪开始啊 天狗的传说呢 又变成了狐狸 是一种迷惑人的妖怪 它的造型呢 也是跟狐狸一样的 再往后来啊 天狗又变成了鸟 再后来呢 经过一些传说 因为天狗是在天上出现的 人家的那人们就觉得天狗是那种有翅膀的 慢慢的就把天狗画成了鸟的样子 所以再到后来呢 因为大家都说天狗是在天上会飞的 所以传说就是它是有翅膀的 所以后面民间对天狗的这种这种画画啊 就把它画成了鸟的形象 再往后面啊 总觉得天狗出来的地方就有危险 又把它变成了代表一切坏事的象征 它是一种神秘的妖怪的力量 再到后面啊 天狗变成了人的形象 就是它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造型呢 在日本江户时代啊 天狗的模样呢 变成了一个有高高鼻子的人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天狗已经不再是狐狸啊 不再是鸟了 或者说是流星 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模样 同时呢 它变成了可以防火的保护神 但是呢 如果这个火控制不好 它也会带来火灾 所以日本人对当时天狗的这个形象呢 就由人变成了神嘛 对它是又矮又恨的 在现代的这种日本的流行文化里面啊 天狗又变成了一种很傲慢的样子 就是它要形容一个人很傲慢 没有教养 投台的特别高的时候 就说哦 这个人怎么看得这么像天狗 但其实呢 天狗在这里呢 从头到尾 它其实跟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在日本的都市传说里面 还有一种跟狗有关的恐怖故事呢 叫人面犬 那人面犬 我们从字面去理解呢 其实就知道了 就是说 这个是狗的身子 长着一张人的脸 那你会说 狗狗长着人的脸不是很可爱吗 我们也常常说 当一个狗 跟主人相处时间很久的时候 它也会长得跟主人越来越像 然后比如说很多的报纸里面也会说 我们家狗狗长得一张像人的脸啦 但是在日本的人面犬传说里面哦 这个人面犬它不是那么可爱的 传说啊 见过这个人面犬的人都描述说 它看起来像狗 但是当它一转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那个脸 其实是一个中年男人的脸 而且是戴着金丝眼镜的 它整张脸就是跟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非常清晰的一张人的脸 大网上看到一个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的狗 然后你就会说快走开啦 你这个讨厌的狗 它可能就会突然转过来 用一张人脸跟你说 干什么啦 你不要管我 那时候你会不会感觉非常空 关于这种人面犬的传说 它还有一些细节的 比如说这个狗一旦发现 你骂它 它好不高兴 它就会追着你 它追人的速度非常快啊 传说快的有那种 每小时100公里那种速度 基本上跟一辆车的速度差不多 你如果想从它的嘴下逃生 逃出来 你就必须跑得比它还快 还有人传说 说这个狗啊 就像蜘蛛人一样 它有一种跳跃的能力 可以从这栋楼跳到那栋楼 追人的速度非常快 一旦被它咬到了 这个伤口啊就会溃烂 它就会不好治 有可能这个人就会死掉 人们对于那种 动物长了一张人脸 如果跟人脸非常酷似 都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其实脸在我们看来 有一种灵魂附生的感觉嘛 那如果这只狗长了一只人脸 大概率会觉得 它是不是一个 有人类灵魂的这种邪灵的感觉 那么跟这个日本的人面犬 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地方呢 有一个关于人面鱼的传说 那就是在台湾了 人面犬的传说呢 大概呢是从1989年开始的 往后一直在流传 那么台湾的这个人面鱼的传说啊 大概是发生在1994年 人面鱼的传说跟人面犬不一样的在哪里呢 就是人面犬这个传说 大部分是很多人嘴巴说的 或者是网上流传的 并没有留下说很多实打实的证据 但是人面鱼的恐怖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故事当时呢 是很多新闻报道的 还有照片为证 甚至当时的当事人 有四五个人那么多 那么大概是在1994年啊 说当时呢 有一群人在高雄的港三西边钓鱼 黄昏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啊 钓起了一条鱼 这个鱼要有四公斤左右 那它叫无锅鱼 那那马上大家就围过来啦 把它烤熟了 准备封着吃 没想到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大家吃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传出一个老太婆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这么说的 鱼肉好吃吗 大家就想啊 当时现场没有女人嘛 大家去追查这个 是谁在讲话 发现这条鱼的嘴巴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大家就觉得好恐怖啊 就马上把鱼翻过来 因为正面已经吃完了 把这鱼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上面有一张老太婆的脸 一看到那张脸啊 所有的人都吐了 其中有个人呢 就抓紧用相机啊 把这个鱼身上 有脸的照片拍了下来 我们到现在 都能够看到这张照片 所以还是会让人感觉 毛骨悚来 当时啊 钓到这个鱼的男子啊 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后 没几日 他就在做梦的时候死掉了 那去验尸的时候呢 找不出什么问题 那么这种死因 就跟心脏麻痹 睡梦中的猝死非常相关 所以他最后的一个 试检报告呢 就是以心脏麻痹 猝死的这个原因解案的 那其他人呢 也很多人出现了 那不同程度的问题 有些人就一直呕吐啊 有些人是高烧不退啊 就这些人在后面 蛮多的时间 都是感觉很恐怖的 很后怕的 当时的这个传闻呢 几乎是造成了一个全台湾的轰动 很多人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从那以后啊 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当地人就不敢在这条溪里钓鱼 总觉得说 我也可能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 那也有人说啊 这个鱼在翻过来的时候 这个鱼皮粘落了 形成这一张人脸呢 会不会是一种错觉 照片里看到那个露出人脸的地方 它其实是没有鱼皮嘛 但是这么巧的是 为什么它的鱼皮没有了 会显现出一张人脸呢 那为什么当时在场的四五个人 全都听到这个声音了呢 就是如果一个人出现幻觉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四五个人同时听到这个声音 去找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那张脸 很多事情也很难说真假 它毕竟又有照片 又有当事的那种自证嘛 那我们回到刚刚说的 日本人面犬的传说啊 刚刚有说的啊 这种人面犬呢 它通常是半夜的时候 这只狗会在街上溜达 但关于人面犬啊 也有那么几个说法 比如说在日本比较著名的 一个动画片里面 叫妖怪手表里面 这个人面犬的来历啊 据说是一个 泰迪犬 这个泰迪狗狗呢 它当时呢 在街边 有一个上班族的中年男人啊 走过这个狗狗街边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广告牌砸死了 大死的时候呢 它的魂魄啊 就进到了那个狗狗的身体 它就变成了 冷狗合一的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它就变成了 冷面妖怪了嘛 那非常好玩的是呢 这日本人他也很爱玩 所以在日本的一个 宫崎市的 县立综合博物馆啊 在2015年的时候 还展出了一个 人面犬的造型 那一不小心看上去的时候 你还以为它是一个真的标本 但其实呢 它是2015年啊 这个博物馆啊 举行了一个 日本妖怪主题特展的时候呢 是当地的一个教科家创作的 但是你真的去看那个 雕像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有点毛不送啦 因为跟传说的 这个人面犬的形象 实在是太贴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一下